驚喜唐可敬 B M E P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醫師好辣 介紹另一位帥哥的女好辣醫師團 健康流失沒得你選擇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生活中哪些恐怖地雷 恐讓你不知不覺掉入疾病深淵 好辣軍團們又被哪些問題纏身了呢 石板小護理師李毅 好 大家好 我是李毅 瓜哥現在有很多時代的進步 有很多疾病已經成為國民標配了 這裡每一個人想必一定都有 譬如說老花眼你有對不對 有耶 真的喔 對 但是你只要問每個人 你腸胃有問題一定就不動作 一定有 然後是大家去玩失眠 然後說你睡不好一定睡 失眠對不對 瓜哥被病理師了 對啊 然後你玩手機一定肩頸痠痛 然後手腕這邊很不輪轉 對啊 所以這已經變成國民標配 最近我們甄莉一個好朋友才是 他的眼睛一直從以前幾年前就說 什麼 又發現有眼癌 大家聽到擔心 對 結果又活到現在 而且有分文證據 他一直說有黑黑的在那邊飛飛上來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徹底檢查啦 這個對不對 後來真的介紹我們 以前有在我們醫師好辣的眼科醫師 去做很仔細的檢查 大家懂他很奇怪 他也不是像我們出外景 曬太陽曬成這樣 對 不過他工作室導遊就是 他還是會啦 對... 每天還是會曬太陽 是 年紀輕輕的 所以別人 年紀輕輕的很多周遭病 你不注意 他就會變得很嚴重 當疾病成為國民標配 你還敢舍不見嗎 各位看一下 手搖引搖出千億傷心 可是也讓人搖出滿身病 對我是老手啊 因為我以前就是非常喜歡吃 這些手搖杯甜飲 我在唸大學的年代 就剛好珍珠奶茶剛出來 你們知道珍珠奶茶那個 以前是什麼搖的嗎 是有一剛開始真的是用手搖 就是那個barkender那種搖 可是賣的那個人賣到後來 手出問題的時候 變五十接待 所以他發明了那個機器 一個機器在你前面 他就... 咚咚咚咚咚咚咚 跟現在的手搖杯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那個年代就開始手搖杯 結果上演了 那最嚴重的時候 是我在美國進修的那一年 我記得是1996到97 那一年剛好台灣的手搖杯 台灣的珍珠奶茶 進軍加州 我們在加州就是每天喝一杯 珍珠很捧場 一捧下去那一年 光是去從... 我記得是十一月進去 我十一月到二月份就胖了 十一公斤 那時候最常做的動作就是 常常拉褲擋 因為每天那個褲子都會卡到 你知道 所以我這個經驗非常多了 那我當然後來為了這個事情 就開始減重 那回來那幾年 其實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手搖杯 肥胖 血壓略高 血糖高 血脂肪爆高 我那時候三層膠質非常高 那最重要是一檢查就是脂肪肝 輕度爆 變成輕中度 最後變成中度脂肪肝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 在我這幾年看成 後來我減重成功之後 最後居然可以發現我的 不但體重變好 我的血糖變好 我的所有指數變好 脂肪肝也不見了 所以我就非常清楚知道 手搖杯跟這些疾病的關係 那最近事實上 我有一個小病人 那是我一個好朋友的兒子 十五歲 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你幫幫我兒子 我兒子怎麼樣都體重無法下來 他媽媽原來是東歐的金髮美女 媽媽跟著一起來 他爸爸就指著他 你看他胖成這樣 他媽媽說 他說我家裡所有男人 都長得這樣子 長肌肉 他說要長肌肉就要有 這些肥肉才會長肌肉 我跟他後來問了半天 我問他 你的生活習慣是什麼 他也是每天一杯手搖杯 我就跟他打賭 我說我打賭 你一定有脂肪肝 他說你怎麼會知道 我說我打賭 我們來打賭 我說我們當場來做超音波 我說你至少是輕度 結果一掃 我說還不是輕度 是中度脂肪肝 所以其實這個脂肪肝 是一個非常嚴重 那我們當然講說脂肪肝 很多人覺得好像 就脂肪肝又怎樣 脂肪肝怎麼造成的 脂肪肝其實不是吃油造成的 其實主要是吃糖 尤其是這種果糖類的東西 那我們其實在節目當中 我好幾次前面都講過 果糖的代謝的路徑 全身我們吃的其他的甜品 比如說吃米飯 吃麵包 吃這些澱粉類 它全部都是葡萄糖 我們全身所有的細胞 都可以用葡萄糖 但是手搖杯裡面那個 從1980年來開始 它不再用砂糖了 它用的是高果糖 玉米糖醬 所以裡面至少50%是果糖 加上剩下的蔗糖裡面 又有50%是果糖 所以它75%的果糖在裡面 如果你用全糖量 果糖全身只有肝臟可以代謝 這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肝臟代謝果糖 它除了一少部分作為能量之外 其他全部用不掉 全部只好走另外一個路徑 叫做脂肪生成 我們叫Denovo Lycogenesis Denovo就是新生的 Lycogenesis脂肪 所以全部堆在肝臟 就變成脂肪肝 所以其實在美國流行一句話說 果糖這些甜品是什麼 因為酒精會造成酒精性脂肪肝 果糖就造成這種非酒精性脂肪肝 那現在美國其實患肝的第一個原因 就是美國患肝手術的首要原因 就是脂肪肝 那最近台灣其實脂肪肝的比例 也是非常非常高 我的所有的糖尿病的病人 99%都有脂肪肝 肥胖症的病人 大概70%都是脂肪肝 所以脂肪肝其實現在是大流行 你剛剛說國民標配 我真的覺得脂肪肝 現在也變成隱形的標配 幾乎一半 脂肪肝我相信是一直往上拉對不對 對 而且我覺得手擁印可怕的 有時候不是含糖飲料 因為我不喝含糖飲料 所以我就跟他說我要無糖 然後可是我很喜歡嚼東西 我就會無糖加芋圓加珍珠 然後那陣子我就想說 我沒有什麼吃飯 然後想說喝一杯無糖飲料 然後加芋圓珍珠 其實就滿飽了 然後我想說 這陣子其實我一直有在解釋 但為什麼體重沒有下降 後來才發現 芋圓珍珠很可怕 因為你有時候那個 芋圓珍珠就是澱粉 對啊 很可怕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對飲料 是我們家打開來冰箱 沒有水 就是飲料 對 真的都是飲料 那可是因為我也知道 就是喝飲料 會有脂肪肝這件事情 所以我為了就是 讓我可以喝飲料 所以我就不吃正餐 就是 就把胃留給甜點 對... 好用心喔 留給甜點 那這樣的話 我就比較不會攝取過多的 剛才說的葡萄糖這件事情 可是我忽略一個 媽媽怎麼吃 兒子就怎麼吃 所以呢 我兒子十一歲 他現在 我那天才帶他去 他一百七十公分 他九十三點五公斤 九十三點五公斤 他已經一百七十幾公分 一百七 十一歲 十一歲 六年級嘛 重點是已經九十三公斤 九十三點五公斤 然後去看的時候 我是因為聽 就是聽到醫生講 他 脂肪肝 我就跟他講說 然後醫生 有找那個營養師來嘛 也是問 詢問說你的飲食到底是怎樣 後來發現 他...我因為他 我戒掉飲料 我都喝水 所以他因為我的話 他才有真的乖乖的喝水 可是他一個禮拜 還是會喝到兩次手搖杯 以及說很少 就我們沒有每天喝 可是他一個禮拜 多多少少 可能就是跟同學要幹嘛 出去玩的時候 會喝到兩次 也就是說他能喝到 絕對不是從你手上喝到 對 絕對不會是 真的不是我 因為我們現在家裡打開 只有水 沒有飲料 只有水 對... 所以他前一陣子 離家出走 對... 對... 對啊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覺得 現在我們就開始控制他 除了在飲食上面 還有就是真的手搖飲 太可怕了 我到現在講實話 我除了去... 就是去... 打麻將的時候 會喝一點 打麻將 譬如說打三醬 我就叫三杯飲料 因為我覺得一圈 大概大概差不多 兩個小時喝一杯 他唯一能解放 只有那個時候 對 只有那時候 因為其他時間 真的家裡就沒有飲料 也沒在喝 那所以... 可是現在就也沒咖了 所以我就... 我覺得我最近身體還不錯 所以他喝完 飲料喝完沒關係 他還要...要求冰塊 對 要冰的 一邊打一邊咬冰塊 你知道 還要咬啊 對 我還要咬冰塊 可是我想請教 脂肪肝竟然不一定是要的 為什麼很多廣告都說 你看吃這個喔 整個九月份會吃 脂肪肝是十二 你看慢慢降... 降到八 又不要降到六 你說體... 健康食品 體脂肪 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大概... 目前沒有任何一個 科學證據報導說 任何一個健康食品 可以降低脂肪肝 那這些健康食品 最會成功 通常它都會在銷售的時候 同時告訴你 該吃什麼東西 所以真正成功的是 在它飲食改善的部分 那個反而變成是一個行為的去討 醫師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因為有這個藥物 你還是每天一杯手搖飲 你覺得靠藥物來控制這手搖飲 也是不可能的 對 除非你這個要改掉 再服他的這個健康食品 就可能有機會往下 對 那個常常都是一個 包括醫生自己的誤會 就是以為我給你藥物之後 你就應該會好 就好像我們有些那個保肝藥 它是類似這種草仙劑的萃取品 叫Celimarin 它是的確對於肝功能的 那個指數會下降 但對於脂肪肝 其實是沒有什麼辦法 你只把那個指數下降 其實是它酵素的功能下降而已 它並沒有真正修補到肝臟 那你的飲食如果不改變 脂肪肝照樣急取進行 超音波一掃 照樣沒有任何改善 對 它就是因為伸手起來 所以它走下一顆雖然 但是它的強項是瘦身 瘦身 你把你弄得到的指數 沒有 你在幹嘛 那其實脂肪肝這種東西 我要講的是比較恐怖的這種 如果你一直不注意它 比較恐怖的一個後果 我是一個40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來急診的時候 是屬於內出血休克來急診 那內出血休克的時候 他們當然會找原理 一找 電腦斷成一掃 肝臟有一個六公分的瘤 那六公分瘤長得很表面 所以破裂就出血這樣 那我們當然就是要進去 幫她做止血 然後看可以的狀況就把它切掉 那但是因為手術前 一般這麼年輕的女生 然後又沒有什麼 特殊的病史的時候 你會懷疑什麼 懷疑一般女生常見的 就是血管瘤或者是腺瘤 比如說有的人他服用一些 荷爾蒙的一些藥物 去調筋或幹嘛 服用很長很長一段時間 有的人會產生腺瘤這種狀況 所以本來要幫她開刀 也想說運氣不好 就一個簡單的良性瘤 撞破還怎麼樣 然後去開刀這樣 結果開刀一開進去的時候 就覺得很奇怪 她的肝臟就像我們吃那種粉肝這樣 就是脂肪肝灌了很多油 這樣油油嫩嫩的 就覺得她的怎麼會肝臟 有這麼厲害的脂肪肝 就是肝臟的一個變化 而且開始有一點節節的那個樣子 那時候覺得有點怪 真的病理報告還真的是 肝癌 那你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四十歲的女生 然後得了肝癌破裂 太奇怪了 然後就問她說你有沒有VC肝 也沒有 有沒有抽菸喝酒 也沒有 那找不到原因 什麼原因都沒有 完全找不出來 後來只問了半天 只發現 然後突然想到她是有脂肪肝 然後我們又是做減重代謝 問她說那你有沒有很喜歡吃一些 澱粉類的東西或什麼 她說她從十幾歲開始 她 但是像剛才尤其是講 手搖飲類的果糖 尤其是特別是在肝臟代謝 一般民眾如果需要 需要攝取一些糖分的時候 記得那個量不要過多 而且要把這種不易代謝的這種 只能在肝臟代謝的 果糖的比例要降低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